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耶和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弟兄姊妹 感谢赞美神 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 有一个极美好的神 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套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荣美的救助 我仰望里面 一生结晶光通报 我的生命 我找到自己 在你救恩计划里 我愿有我全心 用我全力 来荣耀你 荣美的救助 我仰望里面 一生结晶光通报 我生命 我找到自己 在你救恩计划里 我愿有我全心 用我全力 来荣耀你 你是我一生的依靠 你给我温暖的拥抱 我只想永远 爱着你 紧紧跟随你 我一生 以你而微笑 当你的灵将我环绕 我写上自己 我写上自己 做过几 一生服事 你我的主 荣美的救助 荣美的救助 我仰望里面 你生结晶光 充满我生命 我找到自己 在你救恩计划里 我愿有我全心 用我全力 来荣耀你 荣美的救助 我仰望里面 我仰望里面 你生结晶光 充满我生命 我找到自己 在你救恩计划里 我愿有我全心 用我全力 来荣耀你 你是我一生的依靠 你给我温暖的拥抱 我只想永远 我只想永远 爱着你 静静跟随你 我一生因你的微笑 让你的灵状 让你的灵状 我宽扰 我宽扰 我先向自己 坐过去 一生不是你 你是我一生的依靠 你给我温暖的拥抱 我只想永远 我只想永远 爱着你 静静跟随你 我一生因你而微笑 让你的灵状 我环绕 我献上自己 坐过去 一生不是你 我的主 好不好 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献上我们的敬拜 献上我们自己 主我们一生要来服侍你 一生要来荣耀你 阿里尔亚 赞美你 赞美你 是我们的心 祝我们的爱情 祝我们的安保 祝我们在天上的准备 祝我们的生命 祝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而变化 祝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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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着祢 心情跟随祢 我一生因祢而微笑 当祢的灵将我环绕 我宣伤自己 做默契 一生不是祢我的主 主啊我献上我自己 主我们献上我们自己 一生为祢所用 一生跟随祢 永远不离开祢 听祢孩子们的祷告 谢谢主 父神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拣选了我们成为祢的儿女 主啊祢是何等的慈爱 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几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祂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且身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在我们信主以前 真的很多时候就像一个很幼稚的孩子一样 表面上可能我们是一个成年人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幼稚的事情 信主以前 就是因为没有信仰 没有真理 跟着这世界的游戏规则 圣经说我们受管于世俗小学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游戏规则 我们认为有钱 有名 有利 有外貌 我们的人生就会幸福 我们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来决定我们自己的价值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是 做了很多很愚蠢很荒唐的事 我不知道你信主以前 你做过 没有做过一些很荒唐 现在想起来 真是很愚蠢的事 我自己以前 信主以前做过很多蠢事 其中一件 就是因为赌博输了钱 就跑去拜拜 我从景美骑着摩托车 就一直骑 一直骑 不得了 那地方真是 人山人海 十二点以后 我信主之后 回头想 我怎么会相信呢 我相信 你信主以前 也做过很多很蠢的事情 现在想起来 简直不可思议 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 好像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 我们好像突然之间 明白好多的事情 很多时候信主一年 比起过去二十年 我们生命的成熟 生命的改变 生命的长大 信主一年 比起过去二十年 不知道要成长了多少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 不认识神 我们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 被这些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 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就脱离这些世俗的价值观 我们用神的爱 用神看我们的眼光 肯定我们自己 而且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份 这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 过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就像是奴隶一样 在世界价值观里的奴隶一项 没有自由的 世界说什么是好的 偏偏去追 世界说什么是红的 我们就抢破头 有的时候真的很愚蠢 但是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发现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 你知道儿子跟奴隶 有什么差别吗 你知道儿子 你考得再怎么不好 还是儿子 学校里面 可以开除成绩不好的学生 校长可以开除 学校可以开除 但是爸爸 不能够开除孩子的 你的儿子考得再不好 还是儿子 你今天你想开除你儿子 你小心被你儿子开除 今天这个时代 真的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老板可以开除 业绩不好的员工 表现不好的员工 不喜欢的员工 老板可以开除 可是爸爸不能够开除儿子 你儿子表现在不好 再糟糕 还是什么 还是儿子 所以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我们一生的里面 做世俗小学 这些世界价值观的奴隶 我们一生追求肯定 我们追求成功 为了得到一点点的肯定跟赏赐 我们真的过得跟奴隶一样的生活 没有安全感 但是今天 当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其实跟奴隶是很大的不同的 而且神的儿子 第二个不同是什么 神的儿子有祷告的权柄 神的儿子可以跟我们的天父阿爸祷告 圣经这样说 他说你们中间 谁有儿子求饼返给他石头呢 求鱼返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你的儿子跟你要一块饼 你会真的拿蛇去吓他吗 你的儿子真的跟你有什么需要跟你求 你会真的拿石头给他吗 不 他跟你求饼 你可能不一定给他饼 但你肯定给他比饼更好的东西 阿们 因为他是你的孩子 而且孩子天天跟你求 他真的有权利的 今天如果你跟我要什么 我看你可怜了 供应你一天 第二天再来 我就说没有问题 我很有爱心 再给你一点 第三天再来 我可能脸色就比较难看一点 说还是给你 我是基督徒 我是牧师 很有爱心 你继续来 我就觉得说 你应该回去跟你爸爸要吧 我不是你老爸 你也不是我孩子 恐怕就不行了 但是你家的儿子呢 不管什么时候 他跟你要的时候 你都很乐意供应他 而且给他的一定是好东西 因为儿子就是儿子嘛 所以你知道吗 做儿子 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儿子 第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 就是你会有一个祷告的权柄 没有信主以前 没有信主以前 真的就好像一个浪子一样 我们的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 碰到艰难的时候 怎么办呢 真的做很多愚蠢的事 到处求神问谱 然后做很多奇怪的事情 这个也跑 那个也跑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做很多蠢事 回头看很可笑 但是你知道我信耶稣以后 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是什么 对我有个很大的震撼就是 我竟然可以祷告 跟天父祷告 在小组的时候 坐在沙发里就可以祷告 在家里 跪在地上就可以祷告 我发现你不用到处跑 不用到处跑什么 名山古萨 哪里灵验 没的事 你就是在家里 跪下来就可以祷告 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祷告 祷告还真方便 而且祷告 还真的 神还垂听我们的祷告 还真的蒙应允 你觉得非常 非常非常的震撼跟惊讶 就是你信主以后 每件事情都祷告 每件事情都可以祷告 跟以前拜拜很不一样 而且祷告是还垂听我们的祷告 而且当你成为神的儿子之后 不是只有祷告的权柄 儿子有继承产业的权柄 你这父亲的产业 是给儿女的 你今天做一个奴仆 你在世界里做奴仆 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 看表现的 你表现好就有 表现不好就没有 像奴仆一样 做得再多还是谁的 还是老板的 但是你知道的 儿子不一样 儿子不管再怎么样 糟糕 只要证明他是儿子 只要证明他是儿子 他就有继承的权利 所以法律上来讲就是这样 其实在天国的律里也是一样 当你成为儿子的时候 你就有权利 可以继承神国度的产业 神的产业 我有两个理解 一个就是神要赐给你 更丰盛的生命 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们信主以前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 就是被情欲 被电动 被金钱 被权利给掏空了 仇敌借着这些 真是偷窃我们的生命 毁坏我们的生命 但是信主之后 我开始发现 我们的生命变得 何等何等丰盛的生命 生命变得丰盛起来了 信主以前 有一次 一个童工年轻人跟我分享 他说他找不到 信主以前的照片 我说我也是 我信主以前没有什么照片 大学没有什么照片 好像信主以前 过去二十几年 没有什么照片 找不到什么记录 但是我信主以后 照片真多 一下子什么庆生会 一下子什么福音交友 一下子什么宣教 一下子这个聚餐 那个聚餐 我发现 我信主一年的照片 比我没有信主前 二十八年的照片 要更多 而且充满了爱的诡异 我明白 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 你看照片就知道 有多么样的丰盛 第二个 产业对我而言 指的是我们的呼召 我们的恩赐 我们服侍的范围 有的时候很难想象 像我们这样的人 竟然服侍神 有时候看到 我们建立的教会 哪里想得到 我们的人生 有一天还可以建立教会 那么神还可以使用我们 去祝福这样多的人 我觉得真的教会 是上帝给我的产业 你看到布永康牧师 那么神拆拜他到非洲 他哪里想到 这个连神学院都考不上的人 那么到了非洲 神给他一生的产业 非洲的宣教事工 真是难以想象的产业 我想到吴永长老 这个曾经被医生宣判 是一个没救的人 是一个被医生放弃的病人 一个肠癌默契的病人 可是神使用他 今天建立了在华人教会 在台湾教会 这么丰盛的产业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神在你身上 有一份丰盛的产业 你现在的小组 他就是你的产业 你现在所服侍的团契 就是你的产业 我甚至可以这样说 像Good TV 也是神国度的产业 神使用了真歌 神使用他一个梦想 你看今天 有这么美好的产业 神在你的身上 也有产业的 每一个神的儿女 不仅是有祷告的权柄 有丰盛的生命 神在你生命中 有一份的呼召 那份的呼召就是产业 保罗怎么说 保罗说 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 我乃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着神 神在基督耶稣里 要招我来得的奖赏 你知道吗 神在你身上 有一份极为奇妙的产业 不要有一天到天上 神告诉你说 我给你的产业这么大 你就是得到一点点 就满足 就停在那里 多可惜 神在你身上有产业 你想想看 你现在你身上的产业是什么 可能是一个小组 可能是一个团契 可能是一个师班 也可能是一个敬拜团 甚至你可能是一间教会 或者你拥有一个特别的事工 你从来没有想到 神可以这样用你的 而且我要让我们彼此勉励 我真的相信还不止如此 所以保罗才会说 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 保罗都这样说 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所以让我们彼此的鼓励 神在你生命中有一份的产业 那么这个产业 你还没有得着 让我们一起努力 得着神在我们身上 那丰盛的产业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呢 其实圣经讲很简单 你只要用信心 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知道 神就赐给你一个权柄 做神的儿子 神渴望我们一个人 成为祂的儿女 神渴望我们一个人 进入到祂爱的国度里面 神发出一个邀请 你只要愿意 你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 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 当你成为神的儿子 你就拥有做神儿子的权柄 你有祷告的权柄 也不要认为说 你在教会就有权柄 你还没有受洗 受洗跟不受洗 还是有差别的 信不信还是有差别的 儿子跟干儿子都有差别 更何况 如果你真的想说 神啊我要成为你的儿子 我跟你说 一定有差别的 我但愿你不要犹豫 那么成为神的儿子 是何等何等何等 荣耀跟尊贵的事 用信心相信耶稣基督 你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你脱离世界上的游戏规则 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子 你可以有祷告不一样的权柄 你可以继承一份丰盛的生命 以及神在你一生中 要有一个丰盛的产业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想到这些 我们就何等的兴奋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主啊简直不可思议 但是而且只要借着信 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主啊简直是不能够 不可难以思想 难以想想 你是如此的爱我们 主啊我们充满着感激 我们充满着兴奋 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女 并且我们要得着 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和产业 要活出那更丰盛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要为几件事祷告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为年轻人祷告 不受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 远离世界的试探和诱惑 所有的年轻人 能够专心地跟随主耶稣基督 我们同声地开口祷告 首先我们instant我们嗯 我们当传统 oops 等走 然后后再赶紧 大家请多 cosine 不分呢 只 Que makes you 祝我我们真是我们要为教会的下一代来祷告 为了年轻人来祷告 祖啊祖啊祢是如此恩典的神 祖啊祢赐给我们一个属神的 属天的眼光 祖啊祖啊让这些年轻人们 他不是单视于这世上的一切 好像认为美好的事情 人的一生不是唯有为了赚钱 人的一生不是为了取得美娇娘 人的一生不仅仅只是这样子 祖啊让我们真是能够生出我们的产业来 主啊 让我们能够着重在 祢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恩典的主 我们向祢祷告 让这一代的年轻人 真是能够有肩膀愿意承担 主啊 祢说愿意承担就有权柄 主啊 祢把这个权柄要放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当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祢就要施恩怜悯 叫我们真是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恩典的主 我们向祢祷告 不要让我们定睛在我们的需要上面 让我们有一个从祢而来的想法 从祢而来的眼光 行走在祢为我们所预备的命定上面 谢谢主 天父我们仰望祢 在这弯曲被扭的世代当中 我们特别要为着教会的年轻人仰望祢 主我们祷告 求祢亲自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主祢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 还有那世界上的试探跟诱惑 主因为祢说我们是属神的 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更大 主祢帮助我们年轻人 愿意为着爱祢的缘故 分别为圣 专心紧紧地跟随祢 能够紧紧地爱祢 尽心尽信尽意尽力地爱祢 一生走在祢蒙福的道路上 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让我们为神的儿女祷告 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定在你生命中有一份的产业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你现在服事的范围 为你现在的产业来祷告 同声地开口来祷告 我们是在我们的儿女生 在我们的儿女生 我们可以受一个影响的手 让我们可以一向的标杆 又是大物严 我们看过去是我们的蛋蛋面 最前面 我们的女生 我们好记得 有本地儿女生 有本地儿女生 是可以一向的标杆 来快跑 然后 我们的儿女生 爱的神 耗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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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 因为你允许说 主 你不要成全 关乎我们的事 主 事的主 谢谢你 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主要是主 你有给我们 属于我们个人的一个命定 主要是主 谢谢你主这样子的一个命定计划 主要社主你已经摆在我们的前头 主你帮助我们主要 真的是要向着那个标杆来直跑 主要社主要来得着主 主要来赏赐给我们的 主要社主即便中途有任何的 主要冲击危险挫折沮丧 主要社主但是主求你来扶持我们 主要真的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主要社主向着那个标杆直跑 主要知道你要给我们的那个恩典跟祝福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象的 主要坚定我们的信心 主要是即使我们的手下垂 主要我们的手发软 主要是人就依靠你要再次重新站立起来 主谢谢你赞美你 主要谢谢你 在你创世的美好计划里 主借着你的独生爱子 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得称为你的儿子 主要你更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主谢谢你让我们不再做罪人 也不再做旧人 那是要成为新造的人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 你良给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加美之处的 主无论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服饰都是你良给我们的 加添信心跟勇气给我们 知道那是美好的产业 主知道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也有永远的福乐 主帮助我们旺季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要招我们而得的奖赏 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 一生要来服侍你 一生要来敬拜你 一生要紧紧地跟随你 谢谢我的主将祷告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我们第三件事情 我们为教会祷告 求教会 每一间教会要开始兴起 所谓的祷告的事工 让祷告的事工 能够带来教会全面性的复兴 我们同生地开口 为教会祷告事工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要在每一个教会的 祷告事工 我们要向祢求 让每一个教会 祷告事工来兴起 主我们感谢祢 这个祷告 就是我们所向祢求的 我们简单的话语 所向祢求的 这是倾吐我们的心意 我们要将所有的事情 传福音的事工 所有的教会的事工 我们都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求祢兴起每个教会 的祷告的事工 让更多的人起来祷告 来更多的人起来祷告 为了教会的父亲来祷告 因着教会的祷告 而教会可以复兴 我们感谢祢 且荣耀归给祢 主啊 我们一个人是孤单 我们一个人是渺小 但谢谢祢 良定教会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 把肢体连结 让我们可以同归于一 让我们能够可以 在教会当中 彼此建立 彼此劝勉造就 主帮助我们的教会 真的能够见证 准备荣耀 让我们的教会 聚集起来的时候 就是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根 谢谢祢 天父我们为宗教会的祷告会 祷告的事工 祷告的祭坛 我们仰望祢 因为祷告是 祢赐给神儿女的权柄 是吧 每一个祷告里面 都看到充满了神的恩典 充满了神奇奇事 看到祷告 带下每一间教会的祝福 每一间教会的复兴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你是我余生的名号 你给我温暖的拥抱 我只想永远爱着你 紧紧跟随你 我一生因你而微笑 将你的灵将我环绕 我先向自己做过几天